嗨 這是碧羅春麗茶 謝謝 透明的 我們來看 再测试一下声音 嗨嗨声音大小声 有有有有 好okokok 好 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这个救了我们这个最近这个食运极佳的部落客 龙猫美食生里的龙猫哥 来到我们这个一起救了一个吧叫做马赛克吧 对对对对 那这个地方很屌真的很屌 他原本是一个破旧的老爸十几年 然后我每次跟人家讲这间吧的时候 就是推荐给我朋友大家都会说 哈这幻境看起来没有什么 哦吵吵 因为这条街真的没有什么感觉 老板又看起来鬼模鬼样的 因为老板就叫鬼哥 所以就对 而且他你如果去看他的Google评论他都会 每一个讯息都会回 然后人家如果给他复评他就会说 你为什么不去吃那个二十小时都有的Seven 也可以买到Seven 也可以买到各种各种假条酒啊 蛮强的 然后 所以可以录一下地词评论 对我也有提出邀请 因为鬼哥真的是一个幽默的家伙 然后又帅 大家期待一下 对 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现在在他新的店面 好像装潢不到一年 然后全新的一种日式的感觉吧 嗯我觉得比较像日式庭园 就是有点像日本的家庭餐館的感觉 哇 所以在这里可以吃一点餐 餐点应该不错 对对对 最近这个餐点跟酒的结合 好像变成台南很值得做的一个趋势了 对没错 那这个我记得我跟龙哥有吃过一间叫做巴虹 对巴虹 槽店 呃因为餐点是小餐桌的主人 王俊之主厨 对 知董 对对对他设计的 所以餐点都有一定的水准以上 在爸来说啦 是 对对对 所以很多人也是去那边吃东西 哇 包含小军的 包含常阿伦的偶像 我的偶像瓜吉 对对 每次来都要去一下 对 对 没错 然后 但我记得他们那一次是点烧烤 真的 我快气死了 来这里点什么烧烤 那没有门槛的东西 为什么在那边点烧烤 就是要吃各种的异法的料理 我记得那边有十木鱼汉堡 对啊 对啊 这也比较台南一点 没错 对对对 然后他最近好像要开一间新的店叫什么叫做电 资宝 对 自己的店好像离那里也不远 在有爱街旅馆 哦 有爱街旅馆那一条 那边也越来越多店了 那接下来就有请龙哥为我们听众们代录了 好好好 我跟唐阿龙在找时间去过去吃 好最近 龙茂美食圣灵写了一篇很屌文章 我也想呼吁大家一定要去看 就是 我不知道讲几次了 阿天海产 阿天海产的这个全文已经写完了 生半年了 一篇文章 一篇部落格文章 写半年 你现在看看2020年这个时代 谁还这样子在用心的写文 一定要这样剖就对 对啊 一定要 一定要 好我们要不要先谈一下为什么会来这边 对对对要进入正题了 就是 有一天晚上我看到一个红色的一个logo 一个海报 然后我我看了之后我看不懂 然后龙哥也传过来给我 因为我刚好是马赛克吧的粉丝看到他 几百年来没开过脸书活动竟然开了活动 然后这个龙哥转贴就是他就说 这一个就是他去台北考察的时候 所遇到的调酒师 因为那个 这是一个台北一个知名的前辈 先不要随便把他名号出来 他吓到人 然后带我去的一间 目前还在市营运 一定要有相关关系人才进得去的一间吧 太困难了吧 对对没有应该过阵子就开始真实音乐了 不过虽然这样子还是天天客满 太扯了吧 那我们现在是怎样 这里空位还有山桌是怎样 因为我觉得是这个活动宣传不够力 好可惜喔 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前几天我们才看到这个活动 对 而且我明明明明天就去台北 对我现在人为什么在这边 我明明明成就去搭车 你现在喝完这三杯酒 你等一下就马上搭夜车上去了吗 回去休息一下 再搭车 拼呢 对对对 明天有小农展想要过去看一下 就是传说中在星光山越 在搜狗 在搜狗的 满满的这个小农 全台湾各地的职人们都会在那里齐聚一堂的盛会 如果还来得齐厅的话 我觉得很值得去一趟 因为是一个很厉害的前辈所主办的 真的想去 可惜我没办法 我只好这个在听龙哥分享了 对对对对 会发现这个活动是因为这个酒吧主人 他年纪轻轻可是他调了酒 因为我不算一个很常喝调酒的人 可是我觉得 他是你喝下去 就会很明显感受得到他想要表达的东西的 因为我每次看调酒 人家介绍一堆或是写了一堆东西 你喝下去会觉得 我太嫩的喝不太懂 喝不出来喝不懂 对对对太嫩的 可能是自己真的程度还不够 可是问题是我去喝他的东西 我就觉得 哦 他让我有一个喝下去会有画面感 哇 就是 你很清楚说 啊这杯酒他想要带给你的东西是什么 哇 啊如果他有解说的话 至少 会 某几样东西你是确实可以感受到的 哇 其实刚刚 虽然是客座送上来服务 甚至一点介绍我没有 他们可能还不懂自己也没有喝过了 所以可惜 可是至少我跟茶人还有影家一 喝完都是自己都有感一些感觉的 大利特 嗯嗯嗯嗯嗯我们今天喝的三支是这个 层次印象的这一个调酒 他算是應該是酒商吧 酒商所推薦的三支 真真瑪格麗特三峽跟這個金萱烏龍茶 真真瑪格麗特是他在這個台北好像沒有的菜單 所以算是在他店裡面沒有 然後三峽V樓村玉茶台北有 然後拼配的金萱烏龍茶台北也有 不過這兩支我在台北沒有喝 在這邊也是第一次喝 哇所以你在台北到底喝了什麼 我喝了一杯 因為我那天晚上是去吃雅各 吃完趕著去喝 喝才喝兩杯 一杯是有酒精的 我要回憶一下 應該是橘子花吧 然後一杯是無酒精的是清新烏龍 啊我當初喝調酒的那一杯已經有點被震撼到了 然後再喝無酒精那杯震撼更大 所以我當下馬上 那一場阿倫說你來台北一定要來喝 太扯了 因為長阿倫是一個很常喝茶的人 我想要讓他喝喝看 這個可以 無酒精也能震撼的感覺 哇 對對對 所以我看到他來客座 然後小米一定要去 一定要來 對對對 所以擺盲之中硬是把他偷出來 所以我剛剛喝了第一杯之後 我馬上在IG發了三張照片 動作很快 我自己又嚇到 真的是 原本想說低調就好 沒想到沒有做滿 那一定要高調一下 對對對 然後我們要一隻一隻在討論嗎 好 可以可以 但是因為我們在店裡面 就是我們做的是 我們在論述台灣我們的品牌 然後我們是以台灣茶會的品牌 可是我們放的茶 它不會是一個直觀的茶 因為我們沒有在做茶酒 沒有在做茶也沒有在做酒 所以我們想要做峰會堆疊 所以我們可能是把茶的某個峰會 放到酒裡面 例如說碧羅村那一杯 我們是用三峽的 就是一個國寶茶 然後叫黃文雄 然後他做的碧羅村的茶 他就會有淡淡的 不管是適合跑冷跑 都有淡淡的綠豆的奶香 綠豆碰的奶香 所以你剛剛一聞的時候 你會聞到一些花香 然後綠豆碰的奶香 然後當然在裡面 我們也有直觀用綠豆去做一個 綠豆跟Finocherry 做一個甜酒 然後尾韻的話 也是會有比較多 白花香氣出來 那個瑪格麗特的組成大概是什麼 瑪格麗特的下面的話 是馬膏 然後兩種種Takila 然後今天用到一個比較好的Takila 叫Pacham Eroka 不同的三種Takila 兩種 兩種 然後上面的話 有做了一層白玉苦瓜跟蜂蜜 做那些蜂蜜 所以他會比較多 對一點的味道 那有苦味啊 是苦瓜喔 是苦瓜 白玉苦瓜 然後像金鮮的話 就是紫色那一杯 他是用巨峰葡萄 是整個組裝的 對 然後你會一直喝到一個 比較野的味道 因為我們是用Takila 去貫穿 然後裡面有加菌跟Rum 只不過他是比較像風味的對調 然後所以 你一開始會聞到刺蜜的香氣 然後喝的時候有一點Creamy 那就是金鮮烏龍做出來 因為金鮮烏龍本身 他本身就有這個 Creamy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那我們沒有讓他很自觀的出現 然後 中間的話會有刺蜜的香氣帶回來 因為我們用刺蜜跟金鮮烏龍 去做Infuse文鏡烏龍 然後最後尾韻的話 會有Cascara跟MonkeyXO 它會有一個 因為Cascara它是咖啡果皮 它會有一點龍眼貴人感的香氣 對 所以尾韻用出來 我自己最喜歡的啦 就是這個 珍珍瑪格麗特 跟人家也都一樣 對 它裡面有這個 白玉苦瓜 我一直想說這個苦味 到底是酒的苦味 還是什麼東西 對 沒錯 沒錯 還是苦精 沒想到他竟然用了白玉苦瓜 對 我們剛剛有去跟 跟客座的主人 Tom 稍微聊一下 他說是 確定跟我們說是白玉苦瓜的苦味 因為我們喝完就是 先端上來你會聞到那個 草的味道 我覺得個人比較像是那個 番茄上面那個地的味道 哇 這個形容有夠帥的 對 然後 然後入口之後 會是先吃甜味 後來才會有微微的苦味出來 然後 雖然 有苦瓜感 可是 太嫩了 不敢確定 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真的有苦瓜欸 對對對 我們一直想說 因為我們喝的酒不多啦 所以我們一直想說 會不會是某個 某款酒的味道 結果真的是苦瓜 哇 而且我聽說這種澄清 分子料理的做法是 這幾年 這一兩年 調酒界還蠻流行的 哦 分子料理的技術 只是因為成本太高 所以有些人不太會做這樣 嗯 不是 會做但是 不太願意做 對對對 因為要花錢 嗯 啊我在台北 包含我們等一下喝的 介紹兩杯也是 大概是類似的概念 哦 如果要用很簡單的比喻的話 就是 前兩年很流行那個 透明汽水 透明可樂 透明奶茶 哇 就是那個蒸餾出來 然後 你可以喝到它一點點的 不會喝到那麼重的奶茶味 可是你還是 聞得到奶茶的香 跟奶茶的甜味 哇 然後他們裡面放了兩支 是Takira 所以他的那個 該有的酒也還有 對 所以這一款是 這款是 常常喝第一口 就有被shock到的 shock 真的shock 就是我覺得一杯調酒 他要了香氣 然後前中後段的味道 都有了 嗯 雖然對有些人 可能來說酒感會不夠重 那我們 要講第二支嗎 好啊 壁羅村綠茶 對壁羅村 這支是 因為當初我們在看他的菜單的時候 我就一直不解 為什麼 你菜單上面寫茶 結果你裡面的內容物沒有寫到茶 那你到底是 你到底有沒有想要把茶這個東西放進酒裡面 所以你剛剛有去問 對 剛才詢問的結果就是這個 有啦有放茶 只是應該也是你說的這一個 對他就是把一些 各種要素把它拼湊在這個茶裡面 沒錯 把它想要表達的 風圖的展現 比較鮮明一點點 然後 其實茶的本體感真的是不重 沒什麼茶的感覺 沒什麼茶味啦 幾乎沒有茶味 這一支 端上來其實 會有一點點 剛剛他們是形容是綠豆碰的味道 它確實有一點點綠豆 很 很淺很淺的豆味 但是 不明顯 我覺得其實當 剛端上來是花香比較明顯 對啊 花香很明顯 但是 現在喝到後來 花香已經不見了 喔 現在喝花香已經不見了 可是 就是 我記憶比較深刻是 留在後面木質調很重的感覺 哇 對對對就是有一個 呃 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有在點 那個精油啦 所以我都是偏 喜歡偏木質調 啊 味道我自己還蠻喜歡 就是會有一點木頭味 對 我這 這真的是 這一支酒瓶的地方欸 就是它 同時就有兩種味道 如果你要喝咖啡 所以你又要喝到有木質調 又有香又有花香的豆子 是 幾乎沒有這種東西存在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他 給我們三支調酒的這個 杯子 都用了不同的杯子 所以 真的是 細節很多 就 一天來客座還能顧到 我覺得是 還蠻厲害的啦 對啊對啊 應該 因為畢竟 不是他的店啊 很多東西應該跟他習慣都不太一樣 沒錯 對 所以他在他自己的電視有 有這個 上酒的時候會說明這支酒 呃 他其實他的菜單就寫得很明顯 如果你有仔細看他 他菜單就寫得很明顯 然後 如果客人 他沒有那麼忙 趕著出酒的話 應該多少都會介紹 所以他自己會親自介紹 對 如果是他上 因為他裡面還有 一兩個有經驗的調酒師 跟他一起配 哦 對對對 然後 壁羅村這個 我覺得 比較 對喝酒的人 會比較有一點 有喝酒的感覺 嚇死了 我想哇靠 這是威士忌什麼的都進去了 是不是 酒感比較重 對 對對對 然後第三款是 我覺得是 比較不常喝酒 嗯 的 小女生 哦 美酒 對對對 就是金萱烏龍 他那個 甜味會比較重一點 嗯 對對對 哦對 我們剛剛忘了說 真的馬格莉特 除了一開始那個 草味的話 還有一點點 馬告的香氣 對對對 對對對 在杯口就聞得到 對 但是入口沒有什麼感覺 主要是取那個香氣 嗯 然後 金萱烏龍就是 赤蔥的香氣 嗯嗯嗯 對對對 這也是蠻特別 很少喝 現在 有啦 現在這幾年越來越多人 在注重原住民香料 嗯 可是 就我們的體驗來說還是 很少 對對對 原住民的 香味 的香料 香料的味道 嗯嗯嗯 馬告赤蔥這幾年很常被用 特別是馬告 是 馬告已經有點 弄到氾濫了 哈哈哈哈 對啊所以 後來才會有廚師說 大家要用馬告 那我就來用刺蔥 哈哈哈哈 沒想到現在刺蔥也越來越多人 也開始氾濫了 對對對 所以這一支 金萱烏龍我喝的時候 是覺得 他的那個 整個包覆在你口中 很像在喝一支 很回甘的茶 他就像 他就像金萱烏龍一樣 一開始會有那個奶香 對對對 微微奶香 沒有很重 可是那個 巨峰葡萄的味道是 整個貫穿的 沒錯 整體都是巨峰葡萄 都會有那個甜味 他 硬要說 很明顯的層次感 這次是比較不足的 沒有啊 沒有層次感 就是因為他整個 葡萄的甜味已經貫穿了 沒錯 另外兩個層次感是很明顯 可是問題是這個 我覺得是 相對很討喜的 一關 一關酒 但我不會再點他 因為沒有層次感 哈哈哈 對我覺得 對 如果以 Tom 他說他想要展現的是台灣的風土的話 我覺得 另外兩款會比較值得推薦 展現台灣風土的這種想法真的是 很炫耶 嗯 我從來沒有聽過在酒吧他做這些事情 我很記憶深刻 他就跟我說 這年頭每個人都在談風土 對 對 那我就 我們就認認真真好好的來談台灣的風土 所以他才會去到處 親自去拜訪茶那種彩茶 了解台灣茶 然後再去設計他的酒單 哇 而且他有跟我說 他沒有想要把自己定位成一個爸 他就是要來談風土的 他不是要來當 給大眾一個就是來喝酒的感覺 喔 所以 而且他很年輕耶 才30歲 天哪 我都覺得 我那時候就要喝到還有感覺 就是 哇靠我30歲到底在幹嘛 對啊 怎麼辦 這個世界 越來越可怕 對啊 像 呃 剛拿米其林一星的 安達沙肉主廚也是才30歲 大家都 哇 台灣最年輕得主了吧 對對對 現在年輕人 好可怕喔 哇 好 客人真的越來越多了 終於有客人進來了 大家應該聽到很多轟隆隆的聲音 對對對 這一個馬賽克吧 平常 不是 不是一間這個大家會在部落客 或是這個 IG推薦上面看到的店 我相信他 有機會做得越來越好 然後 裡面 進來 如果你不知道該點什麼酒 就找鬼哥 鬼哥會幫你處理好 然後我們要說的這個 這個 TOM的 在台北的店 他叫 倒倒那些 嘿 對 啊我再請長阿人附連結 或是店名在下面 很難 很難自己Google 絕對Google不到 對對對 目前IG有人有人貼啦 嘿 但是不多啦不多 啊我們再把資訊貼在下面 好沒問題沒問題 好 那這個 額外再聊一下 請問龍貓 你自己在台南喝酒 有 就是曾經去過什麼樣的酒吧 是 你覺得值得一聊的嗎 酒吧 酒吧 我覺得 技 近期比較深刻 還是跟你們一起去巴哄吧 巴哄 因為我覺得 在酒吧能吃到還不錯的餐點 是不是一個很難得的事情 對啊 馬賽克現在缺點就是沒有吃的 然後因為我有自己 後來有認識一個調酒師 他之前在維溫酒館 嗯 後來去了小銅鍋 然後現在在 欸在那個 遊艇那間叫什麼去 哇 在那個安平的遊艇 哇在遊艇上面喔 在那邊的餐酒館 好像我記得他們可能會在 南反夢時代 新的餐館也會設一個 新的餐酒館 可能在那邊也可以喝 以遊艇的餐廳名義 他們的餐酒館啊 就是開在那個 帥帥帥帥 有寢俱樂部旁邊 對對對 期待期待期待 快忘記啊 有竹俱樂部啊 你就是沒辦法 我自己的一個 小小的小小喜歡的點 也不是 也不是酒吧 是那個《國華街》的存藝咖啡 一間看起來想要裝作老派 但是又不夠老派的咖啡店 所以他裡面有賣水 他是一個 bartender 但他現在主力 主攻賣咖啡這樣子 他豆子又不是自己烘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他的咖啡 沒有到很值得一定要喝 但是他的調酒算是 就是把便宜的東西做得到位這樣子 好像很值得一喝 可以啦 可以試試看 如果他願意做酒 為什麼今天阿姬沒有來喝 因為菜單上沒有酒 應該要用阿姬來喝的 哎呀 阿姬跑去錄他的新歌了 所以應該要期待才對 對 我們期待一下阿姬新歌這樣子 大家期待一下阿姬新歌 是是是是 好 那我們就繼續喝酒了 大家這個 下次 見 好 大家拜拜 龍貓美食森林 龍貓美食森林 臉書 訂閱按讚 大家好 我是常常人 你要記得訂閱按讚 有有有 會聽了應該都有訂了 對對對 不用再有呼籲了吧 吳柯欣按了沒 按了之後跟我講 記得要去領貼紙喔 對對對 我寄貼紙給你 對對對 寄貼紙喔 好 拜拜 拜拜 你的感動就是 我的感動一樣 但這就是 龍貓的小台南的安全 我們也是好台南 美丸 好 紅色 ό中國 火車 好 紅色的小台湯 誰永恁 我可以看一眼 感谢观看